由于本赛季英格兰的圣诞魔鬼赛程包括进了组总监和联赛监,因此赫之强队获得了较多的喘息机会,而阿森纳的取胜甚至比利物浦更加轻松。 此意,范佩西带上了队长绣标,他的表现也无愧于温格的信任。 第47分钟,纳斯里开出脚球,普利茅斯的防线出现致命失误,竟然没有人防守范佩西,后者头锤破门,美兵工厂首开记录。 三分钟后,挨不挨右路突破后将球分给范佩西,荷兰人船中,皮球被普利茅斯的后卫大卫格雷碰进自家网窝,看来英冠第15名的后防线确实不够利索。 不过,两球领先的阿森纳稍有松懈,第53分钟,普利茅斯中场,卡尔杜吉德铲射搬回一城,枪手替补门将法比安斯基表现呆滞,毫无反应。 前场第84分钟,范佩西接到纳斯里的直船通入禁区,他连续两脚射门终于重地,阿森纳三比一锁定胜局。